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和注册会计室 那么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商家和企业都不得不关门休业 那么员工改为在家工作还好 因为最多就是没有以前赚的那么多了 那么勒紧裤腰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可是如果被裁员丢掉工作 那么接下来的衣食住行可能都会成了问题 毕竟在美国,美国人他们的生活方式跟我们华人不太一样 是赚多少花多少,往往很少有充足的存款 来以备这些不时之需的 所以在这个期间,无论你是房东还是房客 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问题 房客可能是因为丢掉工作而交不起房租 那么房东可能是因为收不到房租而交不了贷款 总之两边都不是那么好过的 那么近期洛杉矶还发布了一条暂停驱逐令 什么是暂停驱逐令呢 就是说禁止房东们在2020年3月31号之前 因为疫情关系丢掉工作的房客 交不起房租而驱赶他们 那么这个呢,在3月31号之后 那么普通住宅租户呢 他们有6个月的时间来还清亏欠的房租 商业租户呢 他们会有3个月的时间来还清亏欠的房租 那么不少房东啊 因为这个开始担心收不到房租 又不能驱逐房客 或是遇到那些明明可以交得起房租 却因为这个借口而推脱的房客 要些房东呢自觉地减少了一些房租 从而达到可以按时收到租金的效果 所以啊,在这个非常时期 若是你想将房屋出租 一定要更加小心谨慎才行 那再插一个题外话哈 就是Fundimay和Friday Mac 也就是房地美房立美呢 近期发布了查收入贷款 他们这些做贷款的人呢 如果因为疫情关系交不起房贷 可以延期两个月交的消息 那么如果你是做的不查收入贷款 那在这个期间还是要按时交贷的哟 因为为什么呢 你在做贷款的时候就没有上报收入 那么怎么又会因为非常时期 因为收入改变而不交贷款呢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在美国当房东 那么在美国当房东呢 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就是所有的事情亲力亲为 说去报纸啊或者是网站啊 或者是APP啊打广告找房客 然后自己完成房客的筛选 事宜自己拟定租约和房客签署协议 出租后呢 房东直接跟房客进行沟通 关于房租的收取啊 还有各大大小小的事宜啊等等 那么这种啊 比较适合本身居住在美国的房东 并且最好是居住的离出租房不要太远 而且呢工作不是特别的繁忙 有闲暇的精力和时间去处理租房的事宜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全权托管 找房屋管理公司来为您解决难题 这个呀要签署房屋管理合同的 那么房屋管理公司呢也会抽取租金的一小部分 算作每月的管理费 还有一点请广大房东注意的就是 在批请房屋管理公司的时候 要注意只有地产broker 也就是地产商才可以授权做房屋管理的 普通的salesperson也就是销售人员 他们如果是做房屋管理背后的broker 也就是他们所雇佣的地产商不知情的话 这种会有潜在的风险要小心谨慎才行 为什么会有风险呢 因为房屋管理往往涉及到很多trust funds的问题 什么是trust funds呢 简单来说就是自己在处理别人的钱 那么处理别人的钱 当然就要做好充足的财务记录 还有存到适当的trust account 也就是信托账户才行 说到这个trust account呢 我再多讲几下 trust account跟普通的count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普通的账户 比如说今天我Mina为您管理房屋 然后我开了一个trust account 那trust account里面呢有很多个房东 他们的租金还有押金存在里面 而说我今天的公司 我的公司倒闭了 然后很多的债务人呢追上来我 去追我的公司财产 甚至追到我的个人名产 都去追回他们的债务 当他们查到这个账户的时候啊 会发现这个账户因为设置成了trust account 那这个count呢是对房东进行保护的 而里面的钱不是我的 所以无论是债权人或者是IRS 他们都是无权对这个账户进行翻查和征收的 那么这个呢也就最大利益的保护了房东的钱财 不受损害 我记录呢一般好的良好的运行模式 是每个月呢要做月结要做对账 这样呢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可以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各房东的利益 不受损害 那我们房屋管理公司到底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那管理公司呢可以称之为一条龙式的服务 刚开始发布出租信息 到筛选房客 翻查信用 到拟定租约 到日后收取租金 处理房子大大小小日常维护等等 都是会替房东解决不少难题的 以此来说 假如说一个房客 说我的房子哪里出了问题 公司呢会代替房东比价之后 来寻找合适的工人进行维修 那么当然了 如果维修费超取一定的额度 管理公司呢会提前跟房东打好招呼 获得授权之后才会如实照做 另外啊 管理公司还会替房东处理不交房租 晚交房租 或者是驱赶房客等等的业务 那么当然了 刚才我所说的维修费 甚至是驱逐费 管理公司呢只是负责实行 那么真正呢还是需要房东来进行支付的 无论是请房屋管理公司进行管理呢 还是自行管理 那么筛选房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不可以忽视 选房客呢就需要房客填写申请表 并且呢申请表上的问题要非常的实用 能让自己从这些问题上看出一个房客 是不是一个好的房客 可以征询一些工作信息啊 信用信息啊 还有以往的租房工作历史等等 那么房东呢还可以要求房客提供一些证明 比如说Tax Return 报税表 Pay Stop 工资单啊等等 来证明房客的收入能力是足以Cover自己的租金的 一点要提给大家的就是 在加州哈 在选取房客上 因为联邦有条法律叫的 Firehousing Act 是杜绝各种歧视的 也就是说房东不可以因为房客的种族 肤色 家庭状况 国籍 信仰 还有性别或残疾而拒绝租房的 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些问题拒绝租房 触犯了这条法律 那当然了 如果是因为房客的收入不足而拒绝出租的话 是可以的 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法律 是基于房东不住在这种房子里面的 如果房东是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 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们在美国作为房东是如何分辨一个房客是好的房客还是坏的房客呢 在美国在加州其实有一些房客他们非常非常的懂租房的法律 大大小小的法律他们都懂 可是呢就是不交房租 那么这一种呢就是professional tenant 他们有一个外号就是专业 专业逃租房客 那如何杜绝这样的房客呢 其实房东们可以去做一下reference check或者是background check 去看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找他之前的房东去提供一个推荐信 去看一下他的租房历史有没有按时交租啊 他为什么搬家呀 他搬家前有没有给出30天的通知啊等等 从这个呢能看出一个房客的租房素质和品质 那么其次呢去看背景调查 就是看一个房客他有没有犯罪记录啊 有没有被驱赶的历史啊等等 这些呢都会给我们良好的信息 还有在考验现任工作和工作历史租房历史的时候 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房客是否有经常的换工作 是否有经常的搬家 经常的换工作呢可能会觉得他的工作不太稳定 那在他换工作空档的这时间 如果他失去了收入又该如何交房租呢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呢要额外的考量 还有就是你要看你的房客是几个人居住 因为太多人居住的话可能对房子造成过多的耗损 或者是房客可能在瞒着你去做supplist 也就是说分租一系列的 当然我们都是要尽量的避免 还有就是如果房客要养宠物的话 你是可以额外的去收取宠物押金的 因为宠物呢往往会让房子造成有一些损伤 或者是需要额外的清理费的 那么收取一定的押金呢也是有所保障的 还有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房客 是否在你的房子里面有做一些非法的勾当 比如说有些房客前段时间有一个案子还蛮有名的 就是说几个房客租了一栋非常大的房子 然后他们在里面光天化日地种大麻 并且偷取邻居的店 邻居呢因为这个飙升的电费而发现了这个事情哈 所以这个呢各位房东一定要小心谨慎啊 所以这一种呢我们是要尽量的避免 那么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 房东将房子租给房客之后呢 承诺是我们是包店的 可是后来呢他发现了每月的电费飙升 有的时候要升到一两千块 然后他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房客呢 在他房子里面同时用好多台电脑 在24小时的挖比特币哈 以至于他的这个电费飙升 所以这几个呢都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 我们大家要警醒一下 为了避免房东的风险 所以这个呢要提前私自做好调查了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非常简短的视频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那我是Mina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订阅转发加评论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